他们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 他们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 捍卫政治安全 维护社会安定 保障人民安宁 浩荡铁军 他们英勇奋斗 史智献身 他们英雄辈出 天网系列节目《剑行誓言》即将播出 它是北京牛街的片井 扎根基层十四年 史中心系群众勤满社区 被称为百姓的亲闺女 她是天津城郊的社区民警 十八年来走街串巷 辛劳奔波 守护一方平安 被称为是辖区的活地图 她是汉阳城内的信访工作者 坚守公平正义 以微笑化解矛盾 以真情融化恩怨 被誉为金牌调解歌 他们对于百姓的深情厚意 他们对于工作的满腔热情 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 是新时代国安民警 不忘初心的生动诠释和真实写照 我负责的这个社区呢 叫牛街系里二区社区 社区面积也不大 一共就15个居民楼 3084户 这些居民们呢 都是牛街老住户 回迁回来的居民居多 神奇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牛街派出所副所长 社区警务队队长 深入社区了解民情民意 是她工作的常态 一起溜会儿班 有点凉了 天儿太凉了 转一圈 转一圈 对 今天给变天了 汪磊 汪磊您认识吗 您做 您做您做 您做您做您做 对对对 那您那儿去过 取去 您好呢 没努力就是 对就是累 这是咱们的小区的闺女 这小区的闺女 谁都是闺女来了 她一直都在这儿 她跟你亲面 跟你亲 continue 他这么烦事 给人家钥匙都抵他 家的钥匙抵他 社区的长辈们叫我闺女 这个称呼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他们没拿我当外人 把我当自家人 就说明我还能起到 一个闺女该起到的作用 跟大家汇报一下近期的 这个发案情况 咱们也沟通一下 看看咱们楼里边 有什么突出的问题没有 能够得到社区群众的 认可和信任 是沈齐多年来扎实工作的结果 2007年1月 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沈齐 进入牛街派出所 一直工作至今 我从小啊 这个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就在我的心里 种下了一颗种子 因为我的父亲 就是一名老公安 他是北京市公安局 原宣武分局 刑侦支队的一名侦察员 从小就觉得 他父亲是警察 抓坏人 非常的英勇 这种形象 所以毕业以后 就自成副业 也是 当了一名人民警察 进入牛街派出所不到一年 沈齐就主动争取 当上了一名社区民警 因为本身小的时候 就在牛街长起来的 对牛街呢 有感情 而且我小的时候啊 我们牛街派出所的片景 走街窗户那个样子 我们那拨小孩都记在心里头 都知道 有什么困难 他们都帮助我们 2007年11月11日 是沈齐成为牛街西里 二区社区民警的第一天 他刚巧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是那年正好接片的时候呢 赶上该供暖了 11月11号 当时呢 这个楼里面呢 可能有人贴了一个提示 说因为有一些纠纷也好啊 因为一些这个问题 说供暖要推迟 了解过具体情况后 沈齐就立即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就通过跟领导汇报 写情况 上报给分局 分局同时呢 又报给这个区里面 区领导也特别特别重视 重视完以后 就当天就开这个协调会 就了解这个情况 到底是怎么解决 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让沈齐感到欣慰的是 当天夜里 小区就开始试水供暖了 老百姓特别可爱 他呢就说 新来的小片井啊 还行 能给咱们办事 以后有事咱就找他 从这以后 沈齐就成了社区居民们 信赖的自家人 无论大事小情 只要遇到解决不了的 困难和问题 他们都习惯了 先来找沈齐 沈齐也总是笑脸相迎 千方百计 化解矛盾隐患 他把老百姓的事当事 也有一些呢 是不归公安机关管 或者有些都是 不归任何机关管的事 家里的琐碎的事 家务事 沈所长呢都能去管 去听 他对老百姓有反馈 这个事办到什么程度了 怎么办 有一个家丢了 丢了找不着 你老头知道 老头说沈齐 你办这件事吧 你帮着给他找找 姐夫就找着联系啊 联系联系 找着了 大爷高兴吗 都高兴 我带着王磊上来认认门来 过来看看他 不然我要忙 过不来呢 让他过来 14年的时间 我跟着我们社区居民在一起 以前的叔叔阿姨 现在岁数也都大了 我就心疼他们 觉得就像我的父母一样 所以他们有点什么事啊 我这心里都惦记着 哪个老人 要是我好长时间没见了 我就会打个电话 如果说打电话老不接 我这心里就挠得很 我怎么着也得上家去一趟 看一看 我老头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那儿子怎么没给我打个电话呢 因为什么呀 不是身体挺好的吗 肺炎 心痛 身体难受 身体难受 您就发泄一下没事 但是太伤心了 对您身体也不好 是的 最近呢我感受最深的 就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 社区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老年人的养老 我觉得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他们的安全如何保护 他对这种独居的老人啊 或者有病的人群 进行多关注 他也是让我去多走访 他们的情况我们能够掌握 不会出现一些突发不好的事情吧 这些呢他心里就有本账 到底这个哪层哪户 谁有这种情况 他们对这个沈所长的这个感情就特别真挚 近期警情里边诈骗案件对孩子们的发案有所上升 小孩过年的压岁钱三千块钱 完了之后刷某些软件的时候 以中奖的方式对方跟孩子联系 骗走三千 咱们推出一个青少年防诈骗的系列剧 今天呢咱们演演就是有的家长微信群里头 有人冒充老师 收那个课外班的钱 这块需要家长配合一下 除了关注老年人养老 沈其也一直对青少年的安全教育极为重视 2017年 他和同事们创意成立了平安小剧场 在牛街派出所辖区十个社区 广泛播放宣传安全防范措施的微电影 这些微电影都是由沈其拍摄剪辑的 参与的演员都来自社区 其中有不少都是小学生 能不能随便先告诉家长 要是骗人的话可以报警 好 他们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一个 接受着安全宣传的这么一个过程 完了他们呢 再把这安全理念呢 通过短片的形式呢 传递给更多的人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特别好 诈骗形式多种多样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预防诈骗 哎哥快来 你看这班农群里老师说 让咱们交那个编程课的五千块钱报名费 你说这是真的吗 不可能现在都有骗子冒充老师在家长群里面 骗钱 咱们赶快让妈妈打电话报警吧 好嘞 我觉得参与这个又快乐 又可以帮我们防范一些诈骗什么的 其实各个方面包括防诈骗 包括消防 包括疫情方面的防护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理解 对于大人来说参与也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的好 沈所长的想法非常新颖 也是带动了我们地区 很多青少年的项目吧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地区有更多的青年和青少年 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的这项工作中来 并且我们的牛街系里二区 也成为了这个北京市青少年 零犯罪零受害的师范社区 常年累月的去入户 去走访 然后去社区开展活动 包括平安小剧场这些 像滚雪球似的 老百姓也乐于参与到公安工作中 帮助我们公安机关 查找一些线索 反馈一些信息 所以说公安工作为了人民 然后人民在支持公安工作 这种双向的互议 然后就这点 沈所长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近年来 沈其又肩负其传帮代的重任 在他的带领下 牛街派出所新一代的社区民警 迅速成长起来 把这个好的经验传递给这个年轻的同志们 我自己摔过的跟头 我不让年轻同志去摔 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适合老百姓 我把这个方式传递给年轻人 牛街派出所是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一个集体 它没有说任何某一个点 说是这个独自突出 而是整个这集体共同进步 促进了我们牛街派出所的战斗力 能够把牛街派出所的民警结合在一起 服务好下去 老百姓 我觉得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 从今以来 沈其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 二等功 三等功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金国剑工奖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首都民族团结 先进个人等荣誉 我觉得最高的荣誉就是老百姓的口碑 而且这个荣誉不是说这次给你了 你就能带一辈子 是要我们持续地去维持的 我是1994年参加工作 始终在集中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 2004年2月份开始管北昌镇的湾庄社区 温建复是天津市公安局北陈分局北仓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 他的工作辖区是天津市北陈区北仓镇的王勤庄村 这房间租一个人 两户 两户 干嘛呢 他是弄红果 他就弄红果 王勤庄村 毗临天津外环县 低处城郊结合部 现有常住人口5000余人 外来人口3500余人 当年的王勤庄村治安形势较为复杂 案件高发 是北仓派出所辖区内管理的老大南社区 接受这里的工作后 温建复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挨家挨户走访 采集信息 熟悉社区 当时的王勤庄村 有2000多户人家 要对每家每户都进行信息采集 可不是个小事 其中的困难更是难以预料 因为村子里胡同多 开车不方便 它只能靠步行或是骑自行车 村上的临街建筑较多 还有不少都没有门牌号 它需要进行一一编号 好多居民白天上班 或是周六日才在家 它只能是不分白天黑夜 没有公休日的来工作 坚持了一年半的时间 温建复终于完成了 对社区每家每户的首次信息采集 不仅掌握了社区的基本情况 也渐渐赢得了居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因为天天下去 他天天能见到我 又一天能看着我三趟四趟 第一时间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求助 有什么纠纷 能第一时间为他们解决 解决问题 解决纠纷度 你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提高 老百姓他就任何肯定你了 所以他有骂事他都找你了 在我心目当中 老百姓是五小事 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事解决 当成自己的事办 骂问题都能够解决 在随后的日子里 温建复一直坚持对社区 进行定时定点的巡查 他的身影依然每天都出现在这里 交通工具也变成了电动车 居民们都称温建复为小温 遇到孩子上学 户口迁移 老人走失等大事小情 都会第一时间求助他们熟悉的小温 温建复也乐意为此忙前跑后 由于对辖区内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 温建复被称为是这里的活地图 一次 一对来自外省的打工夫妇向温建复求助 他们15岁的女儿离家出走了 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 温建复了解到女孩喜欢上网 便带着夫妻俩挨家挨户到附近的网吧寻找 很快就找到了女孩 得知女孩出走是因为学习成绩下滑 遭到了爸爸的训斥 温建复又嘱咐两口子 教育孩子要注意方式方法 有时间一定要多陪陪孩子 温建复对于辖区情况的熟悉 同样帮助同事们破获不少案件 一个剧中多案件 当时那个被害人知道 其中一个仙人住完庄村 知道外号 因为那正好那个 我管这村时间也长了 人都熟 这人的外号叫妈 这人交往情况跟谁交往都比较熟 正好那个所长问我时候 正好我知道谁谁谁 完庄我一跟他说 他等于平时就跟那三个人 交往比较密切 你当时的警察就死仙人 给提供上来 经过那个工作 把死人抓获了 在另一起刑事案件中 温建复根据受害人 对嫌疑人样貌的描述 很快就认定了嫌疑人是谁 不到一天时间就抓获了嫌疑人 十几年来 温建复协助同事们 破获了各类刑事案件四百多起 抓获嫌疑人一百七十多人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辖区内的治安状况逐年好转 发案率直线下降 温建复在王勤庄村社区民警岗位上 工作了十八年 他的电动车已经换了六辆 但他的工作热情始终没变 由于表现出色 温建复先后容力个人一等功一次 个人三等功七次 个人嘉奖七次 三次被天津市委政法委 授予政法系统 人民满意政法干警 多次被评为天津市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在监后的工作中 一定要发挥先方摸汉作业 队长忠诚 无人民 2019年的一天 一位女士来到武汉市公安局 汉阳区分局人民来访接待室 负责信访调解工作的廖宗安 接待了她 眼神都是很恍惚的 面部很憔悴的状况 这位自称姓张的女士 一开口就激动不已 她趁一个月前 接到一个声称是警察的电话后 瞒着家人 将家里仅存的八万元钱 分多次转给了对方 那个身份证调了 被别人拿到银行洞里 刷了钱 就点害怕 把那个临死的卡都就转给她 对方再一次打来电话要钱 张女士已经身无分文了 便去找女儿帮忙借钱 女儿一听就知道 这是一场骗局 立即报了警 张女士这才醒悟过来 追悔莫及 我占了这12年钱 都是挤牙膏挤出来两个钱 张女士家有一儿一女 这笔钱里既有儿子的学费 也有女儿的嫁妆费 现在儿子上学 马上要用到钱 辖区派出所 接到张女士的报案后 展开积极侦破 但心急如焚的张女士 却觉得民警报案不积极 所以想到了信访 了解了张女士的情况后 廖宗安不断安抚她的情绪 我说张大姐 把心宽下 保重好身体 您说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重视 而且我们也很同情你 我们愿意帮助你 听廖宗安说有希望 张女士情绪稳定下来 送走了张女士 廖宗安就来到了 办案的派出所 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诈骗案件都存在 侦破难度大 追赃困难的问题 侦察员在全力侦破案件 廖宗安考虑的则是 如何解决 张女士家眼前的困难 打击破案 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天子 但是帮扶救助 何尝又不是我们 对群众送温暖 送爱心的途径呢 廖宗安将张女士的遭遇 反映到相关部门 引起了汉阳区政法委 汉阳公安分局的高度重视 他们第一时间帮助解决了 张女士儿子的学费难题 廖宗安是公安专项 培养的好感觉 廖宗安2013年进入武汉市公安局 汉阳区分局警务指挥处 专门从事信访调解工作 在此之前 他曾在基层派出所 从事过十年调解工作 来访的群众 不管是他发现怨气 他哭泣求助 还是他牢骚满腹 背后都是有他的原因的 每当这个时候 廖宗安就会找出背后的原因 寻找最佳的解决办法 和我们的群众 达到这种互相理解 互相信任 互相支持 互动的这种关系 最好的化解矛盾 2016年8月 农民工郑师傅 在地铁施工时 坠落受伤 妻子到工地讨说法 与工地负责人发生拉扯 倒地受伤 经鉴定为轻微伤 夫妻俩对鉴定结论极为不满 不断上访 廖宗安接手了这一案件 面对郑师傅的各种不满和斥责 他耐心倾听 并对夫妻俩因伤质贫 深表同情 尽一切可能 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经过一次次的真诚沟通 郑师傅夫妻俩的各种疑虑 一一被打消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郑师傅夫妻俩 再也没有上访 接受信访工作后的九年来 廖宗安累计接待信访群众 一千六百余人次 帮助群众五百多名 成功半截多起 中央省市督办的信访基案 始终保持着投诉零记录 被群众誉为金牌条解割 他的那种很敬业的精神 忘我的精神 能够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应该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从近二十三年来 廖宗安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三等功各两次 光荣当选武汉市汉阳区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中国好人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湖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 他们一心为民 以真情实干 成为百姓的贴心人 他们胸怀大爱 以高度的责任心 守护着一方平安 他们坚守公平正义 以柔情化解矛盾纠纷 他们恪受初心使命 渐行蒸蒸誓言 他们是公安民警的楷模 以柔情化解矛盾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